各位朋友亲 大家好 我是陈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四月十八号的婚姻新闻 北京除了三百岗历史委条天公 要公固的民宿价庭和保留完整的工业旗舍 是一个教育和文化的老兄弟 为了解北京的文化主宣的补证和未来的活动 李维守得分 代表邀请文化部长 帝雷君来示范 希望透过文化部 正出在座历史研究的各位预算 下周北港来保存老建中 以及无形文化主宣 北港有访会团统专专业国有尽历史 给大家的宗教文化 北港条天公 为了保留北港团统在地丁国文化主宣 李维守得分 代表邀请文化部长 帝雷君来勘扎 他在北港朝天公的正后方 所以在清代的时候 这里其实是一个商业非常繁盛的地方 会看我们北港的古典技术 就是我们历史的古典技术 再来就是我们的水德头 像龙 还有我们的台塘 针对这几点的会议后 我们去我们文化中心做一个座谈会 我们部长他的倾向就是要全力支持我们这种老镇 要注重我们这些文化 在座里数 现中计会是文化部的重要进程 提供上百亿的金会和国管市政府进出 李维守得分也希望这次会终 可以提报到金出金会和建设 现在这位部长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来促行 电脑就是用这个国家的规格 然后来看待北港镇重建立时现场 那么在硬体跟软体 经纬的关系 横的关系跟直的关系 要如何靠中央的这个内容 用国家的规格来看待 文化祖先的保留不是跟政府和电风机面的计刃 电脑的文支柱 希望这次专门运动 让建设的收好跟文化的保留 可以中现北港过去的方法 透过软体来带动硬体的文资的修复 而这个软体就是包括文化记忆 它的调查研究文化历史的众生 所以希望是从过去单栋的 有形文化资产的修复 能够发展成点到线到面 整个区域性的并且从软体的这个历史记忆的在线 来带动硬体的这个修复 虽然北港是一个真有理事文化的老顶 但峰会文化祖先跟中国传统关系 也是需要政府导致主委 跟电影机面作为努力不准 照法度带动准备的发展 记者 观众品 彩虹不得